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我在减脂期间比较喜欢的三款炒饭 有没有和我一样非常喜欢炒饭的同学 请和我隔空机长 但是这款炒饭的热量真的非常高 而且碳水也很高 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三款我觉得低碳水 高蛋白质 而且非常美味的无米炒饭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呢 就跟我一起来看吧 准备的材料很简单 只有这些 首先锅烧热之后加入少量的油 放入泡菜 煸炒 炒至泡菜有点点褪色 香味逐渐散发之后就可以了 加入老豆腐 把老豆腐这样的压碎 我又加了一勺泡菜汁来调味 也可以加入少量的盐和胡椒 给你自己的口味调节 最后加入碎海苔 继续煸炒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熔盐泡菜炒饭就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我们进行熔盐的部分 蛋清分离之后把所有的蛋白放入一个容器中 打发至这样硬性发泡就可以了 打发蛋白两个要点就是保证所有的器皿都是干的 没有水 再者就是一定要把蛋黄完全的分离出来 像这样把蛋白霜放在豆腐炒饭上面 把蛋黄就再放进去 烤箱200度烤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柔软的云朵之上是更柔软的心 这么一款爆浆的熔盐炒饭 你们一定要学会哦 第二块我们来做一个黑椒牛柳的花椰菜炒饭 首先把彩椒切成细条排排做 之后再来给我们的花椰菜剔个头 平头是检验颜值的唯一标准 首先把腌好的牛肉放入锅中两面稍微煎一下 不用煎太久 牛肉熟得非常快 最后依次加入彩椒和花椰菜 小火煸炒 之后我又加入了半勺的黑椒酱和小半杯的水 继续煸炒入味 最后又加了一点点盐调味 完成后的花椰菜有浓郁的牛肉香和黑椒香味 今天的第三款献给我最爱的鹰嘴豆 我们来做一个鹰嘴豆咖喱炒饭 首先把鸡胸肉切成小块 今天素质三连的同学将收到我爱你的心哦 平底锅放少量的油或者不放油 把鸡胸肉两面煎至金黄之后加入少量的脱脂牛奶 大概半杯左右 之后再加入纯的咖喱粉 依次加入青豆和煮熟的鹰嘴豆 用小火一直焖煮十分钟左右 鹰嘴豆可以每次多煮一点在家囤着慢慢吃 最后完成的鹰嘴豆咖喱 每一颗都充满了牛奶和咖喱的香味 接下来进入我们激动的试吃环节 先从这个开始吧 先从我的熔盐炒饭开始 腾做好之后就一直想吃 但是要等着和你们一起吃 哇 上面这个泡泡已经有点松了 我觉得豆腐和泡菜简直是绝配 加上海苔之后又有点海鲜的那种鲜香在里面 哇 太好吃了 你觉得豆腐怎么会有跟豆腐不搭的食物呢 而且这泡菜很好吃 其实顶上我加的这个蛋白 烤的这个蛋白 不仅是为了好看 而且你吃上来之后还有一种口感上的层次感 就是豆腐是比较实的 但这个蛋白是比较松的 单吃这个蛋白的话就有点吃棉花的感觉 真的很好吃 我看过很多国外的那个素食博主 他们就特别喜欢用豆腐做炒饭 各种各样的炒饭 就是真的见都没见过 爱吃这个 这个是用花椰菜炒饭的 今年那个什么 就是欧阳娜娜那个花椰菜炒饭特别的火爆 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吃花椰菜 我觉得花椰菜里面有个苦味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每次做花椰菜炒饭的时候 我就是尽量的就是用重口味点的调料 比如说那种红烧酱啊 或照烧酱 再或者我今天用的这个黑椒酱 就稍微能盖住那个花椰菜的那个苦味 要不然我真的吃不下去 我觉得花椰菜的口感可能吃起来会更像米一点点 因为它是有那种脆脆的感觉在里面 而且这个牛肉 大家尽量就是选就是牛里肌啊 就是稍微肥的少一点 但是口感不会太老的那种 加上我之前用蛋液给它稍微腌制一下 所以说现在牛肉吃起来特别嫩 好吃 加上这个彩椒是甜的吗 然后黑椒的牛肉是咸的 两个再起去口感真的很好吃 如果大家觉得黑椒酱的热量太高的话 就可以直接换这个黑胡椒 就什么都不要加 下黑胡椒就好 那最后一款呢是鹰嘴豆咖喱 这道菜其实我吃了特别久 大家之前看我很早一些视频出那个低卡晚餐的时候 就做了我这个 但是我这次我把它稍微改良了一点点 来尝一下 鹰嘴豆真的是太好吃了 就这个食物本身就很好吃 而且它蛋白质含得很高 真的是豆中之王 鸡肉也很嫩的 我这个做好了之后 在上面撒了一点罗勒 现在吃起来整个口味的感觉层次会更丰富一点 在做这个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加牛奶 就是咖喱加上牛奶之后 然后让这个豆子再稍微再煮一下 就让那个汁完全的进入到豆子里面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特别的香 那今天的这三款呢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哪一款 其实就口味而言呢 我就喜欢泡菜炒饭 但是如果说是口感的话 我更喜欢鹰嘴豆咖喱的那种口感 不知道你们会pick哪一个在弹幕里告诉我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呢 或者说你们喜欢类似主题的视频呢 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我 在弹幕里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哦对了 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看实验 喜欢一小本人 别忘了关注一小的微博 拜拜 拜拜